好來 物視32AK917 搞了我大半天的時間 終於把這個M1的瓷給裝上了 每次看人家影片 就是外國人的影片在做 都感覺很簡單 結果自己實際操作 想要去裝的時候 就發現愛靠腰怎麼那麼的 上一集影片髒話罵夠多了 這也是收斂一點 怎麼這麼難裝啊 這個大瓷 好 那我們解釋一下 就是要用很多這些奇奇怪怪的墊片 然後去墊出它的位置 那冒險家用的這個齒輪呢 大齒盤的部分 是一個8毫米軸心的一個 30T的 基本上其實它叫馬達齒 30T的馬達齒 但是在這個車上就被當作成大齒盤 然後呢 馬達齒的部分在這裡 這個呢我們拿了 我拿了阿哈馬 27T的 這個是 呃 大齒 馬達齒 OK 馬達齒 那兩個是M1的 所以 30對27 我們算出來的 齒比的 中傳比呢 在這邊呢 大約是0.9 那你要知道 如果是1 如果是1的話呢 代表說我們的傳動效率呢 是1比1嘛 對不對 現在是0.9 所以呢 基本上只差那3匙 的這個減數 那一樣呢 我們是3200kV 我們現在呢 是晚上7點半 我現在在充電 來 馬上呢 就要出發 那這一次呢 試一下3S 然後呢 如果我的心臟還在跳的話呢 我可以試一下4S 走 開始囉 讀取 Let's go OK 很好 齒沒有少 幹 怕死 齒沒有少 齒沒有少 非常好 非常好 來 幹 我有罵 髒話了 但是我真沒辦法 各位 你來玩一次 你來玩一次 你一定會罵髒話 吼 OK 哦 快沒電了 stop and read the E I What the hell 133而已喔 我知道了 3S而已喔 各位 3S 133喔 哦 3X133 這個 再一次 來 再一次 10顆衛星喔 欸你不要再巴了 我以為你是 1 2 3 底了 沒了沒了沒了 133 對133搞定它 欸真的耶 各位你雷拉路的 你把原廠的尺搞定之後啊 它可以承受很快的速度耶 再刷一次 134 好啦 134 我看看4S怎麼樣囉 AK917 第一次來到這個場地喔 那個場地呢 其實冒險家在這裡喔 撞過一次車 呃各位都知道 應該已經兩年前了 或兩年半前了喔 來 我們要跑就是跑這種直路喔 好久沒來了 有點懷念耶 這邊很多人破200以上 風很大風很大 說真的來各位 這種場地喔 不怕你車子多快 只怕你遙控距離不夠 走走走 馬達尺 30 大尺 1比1尺比 然後4S電池 Turbo全滿3200KV 12顆衛星 走 這邊逆風 往右邊衝是逆風喔 OK 我再一路 我想罵髒話 我髒話都罵不出來了 哈哈哈 天啊 已經 太好玩了 這個太好玩了 哦 哦好快好快好快 真的 髒話都罵不出來了 哇塞 到抽一口氣 雷拉洛我們 多快呢 stop 不要讓我失望真的 我的天啊 172 哇塞 172 哦 目標達成了 各位我們按讚留言加分享 我們等AK787 真的我們等787吧 172我超級無敵滿意了 诶1比10的車子 诶 172是怎樣 來 讀了沒 诶 诶 讀了 哦 讀了讀了讀了 172 哦手在抖啊 oh my god 天啊 來來來來 來 5 4 3 2 1 再一次哦 哇 哇 怎麼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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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不直了你 怎麼就跑不直了呢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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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辦法沒辦法 哎呦 有狗狗掉了 哇 沒了 搞定了 搞定了 沒了 172 個人最佳 個人最佳 記錄172 我沒辦法了 爛了 撞爛了 你如果跟我講是那個二區的問題哦 我真的是 哦 彈包口斷了 哇 撞到後面斷掉哦 唉 啊 172很開心了啦 老實跟各位講 OK 狗狗找不到 搞定 那應該不是那個 中床軸 然後呢 又變成二區 所以變得很難開哦 後面呢 撞了一下之後 呃 後上面這個拉桿斷了 這裡 小問題啊 這個 斷了 然後呢 有一隻狗狗呢 被我噴飛了 現在我找不到 好啦 172 喜歡這影片的話呢 按讚留言加分享 按鈴鐺 這是冒險家 AK917 會挑戰最快 也是最後一次了 下次呢 我們就只上787 OK 787 雙馬達 我個人是還沒有準備好啦 呵呵 See you see you